無論屬於什麼機構也好 任何人都有採訪的權利 我們很歡迎 我們警察在陽光底下做事 任何拍攝任何事情 我們不會騷擾你們 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 你不能夠影響我們警方執法 不能夠對於我們警方構成危險 在去年的7月份 一個穿著反光的衣服 配偶相機站在傳媒堆裡的人 因為事業搶犯 被我們控告了 妨礙警務人員執法行職務 將會在11月份審訊 另外亦都在19年8月15日 在深水埗有人 穿著NOW TV的橙色背心 在這個公眾活動拍攝 但是當時NOW TV 我詢問的時間 就澄清這個人 並非NOW新聞號的僱員 是不知道什麼人 穿著背心 另外就是2019年9月份 亦都有一些記者圍著警民院拍攝 期間有穿反光背心的人 以拳頭襲擊我們警務人員 亦是錄影了 另外在2020年1月27日 我們在旺角進行截查期間 發現有兩個專著記者 黃背心的人 是沒有任何記者證 亦都沒有任何證明他是記者 但是裡面藏有鼻彈衣 藏有一些雷射筆 另外在2020年7月1日 亦都有一位女士 穿著一個記者的黃背心 她當時並非進行採訪工作 我們了解之後 發現她並非記者 最後也是用非法集結 將她拘捕了 因為說近期一點 2020年8月31日 一個男子在馬路裡面 阻礙貨車一張雪糕筒 訂了出去 而裡面找到一張記者證 最後用工作地方行為不檢 將她拘捕 所以我不是說有意去 就是講記者 記者是專業的 但這些犯法的人 究竟是不是記者 我真的不敢說 為了確保我們的行動效率 和我們同事的安全 我們有必要 在一些有需要的情況下 是要用一些圍風帶 圍風起來 做一個封鎖線 是方便我們警方去執行職務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